好 因為其實在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 鴻海這個業內人士也說 是全球最重要的三個電纜的交匯點之一 甚至在全球 有超過這個大概17%的網路流量 都是透過鴻海這裡的水下光纖電來傳輸的 所以當然這個影響是十分的大 那麼英國的經濟學員記者鑽文了 面對中東的亂局 美國霸權國家展現出來是低能 用低能這兩個字 那麼中東地區出現權力真空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表示 美國在中東現有束手無策的困境 根源就是在於美國對加薩衝突的立場 請教杰大使 對 我覺得就是說 基本上當然了 就是說加薩的問題 那以色列是 我覺得是鐵了心了 基本上就是要徹底的根本的解決 解決這個怎麼樣 解決他境內 因為他把加薩走廊視為以色列的國土嘛 他境內的這些巴勒斯坦人的問題 而且呢一直等不到一個時機 沒有一個機會 可是這次的機會 你說我們報導常常說 內坦雅胡內部有不同的意見 可是內坦雅胡這個揮軍 軍事他這個軍事內閣 以及他目前對加薩採取的這些軍事的行動來講 事實上的話 那整個來講的話 是得到他國內絕大部分人的同意 我們看到報導說有人反對有人如何如何 我跟你講如果沒有絕大部分同意 那種軍事的手段 那種軍事的規模是不可能繼續的 那以色列為什麼有這樣的一個底氣 他可以說全世界誰反他 他都可以怎麼樣 他都跟你叫板 那也沒有人敢干涉他 沒有人敢干涉他 事實上很多國家 事實上發出很嚴厲的指責 為什麼 基本上就是什麼 那麼就是什麼 就是美國的支持嘛 美國的支持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今天不管是誰在分析 是怎麼樣 會造成什麼結果 是誰造成 我覺得今天 以色列抓到一個歷史機遇 徹底解決加薩走廊 能夠把這些巴勒斯坦人全部趕走 就全部趕走 不能全部趕走 那就算了 可是能夠消滅多少是多少 現在你知道 在這個南加薩 這個難民的狀況是什麼 他已經不是被子彈打死 不是被炮彈打死 他是活活餓死 對不對 這個手段現在都已經出來了 所以只是說 西方的媒體 尤其在美國管控媒體 基本上還在怎麼樣 還在盡量的不要把太多的 這些篇幅放在這個地方 你看美國最近這個媒體在報導 報導 拜登出了大善心 在那個加薩那邊 新一個黨 要什麼用他的軍隊 用搶他那方式 投備救濟物資 請問一下 這是他大作文宣的 那為什麼不說 他們的美國的這個 從拜登政府到民主共和兩黨 都盡快的通過176億 給以色列的什麼軍員 這176億美金 是什麼 彈藥武器訓練裝備 那你更不要講了 現在在這個附近幫 以色列看住 臨邊諸國的這些 這些武力是誰的 還是美國的嘛 所以真的就變成就是說 你今天不要再去分析就是說 美國是低能 或者說美國這個 東東地區 在講的這些部分 我覺得都把它 有點帶偏了 我覺得真正的就是怎麼樣 美國的國家利益 或者說美國這個國家 政治人物的利益 跟以色列的利益 是完全吻合的 那以色列要做什麼 美國的政治人物 就往那邊控制 這個原因我們講很多 很清楚了 所以今天很多事情 今天以色列能夠 在這個加沙走廊 用這麼多手段 那麼說美國又陷入了困境 或者說 根源是這個加沙 我覺得這個根源就是美國 那可是問題就變成 這個情況能轉嗎 看起來是轉不過去 所以你看即使 拜登是深陷這兩個泥鬧 他過去俄烏戰爭 他認為是怎麼樣 他是認為他有所得 可是現在被反攻 現在這個你去看川普 基本上反戰的聲音架 下面是掌聲雷動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這個以色列的戰爭 如果再繼續下去 川普這場選舉也很難選勝 所以也不是說 這些是低能啊 或者怎麼樣 我覺得他們都是被政治利益綁架的人 這沒有辦法 好來看到美國總統拜登呢 在這個8號 也就是台灣的時間 下晚間在國會發表第三次的 國情資文 那麼針對在台海的部分 他堅決維護台海和平穩定 首次在國情資文當中提到台海安全 重申美國的立場 堅決維持台海穩定 以及反對到不公平的經濟作為 謝謝老師 對這個等於說是 有一點點就是說 他的國情他全部涵蓋在裡面了 那當然有人說是第一次 其實這個他的整個的內容 並沒有超出他過去的各種論述 所以就是等於說是重申 之前的立場 那這個國情資文重點也不在這裡 現在美國國情資文 這個美國這個選舉跟選舉連結 現在美國的這個 國內的這個在選舉的焦點 第一個是什麼 第一個是 美國的南方的邊界的問題 因為這個議題已經被川普 已經深深打入到 這是美國這一次總統選舉的 最重要議題之一 南方的非法移民的問題 第二個呢 就是經濟問題 國內的經濟問題 那拜登說這個 這個現在美國是經濟非常的糟糕 拜登說美國經濟非常好 那川普說美國經濟非常差 對 那這個是一個辯論 第三個呢 就是現在兩場戰爭 美國都有一點點 深陷泥鬧的兩場戰爭 那第四個呢 就是拜登跟這個 川普兩個人的泥巴戰 互罵 那拜登說川普是 這個 這個 這個好 不遵守民主規則 是一個什麼 輸不起的人 那川普說 拜登是怎麼樣 是美國最壞的 十個總統 加起來也沒有 沒有他更壞的 最爛的一個總統 所以我想就是說 這個部分 在未來的美國選舉裡面 我認為本來會認為就是說 中國大陸的關係 美國跟中國大陸關係 還有兩岸的關係 會在美國的這個大選裡面 會佔有一席之地 可是我覺得 從川普這次的講法 你看起來 就是第一個篇幅很小 第二個重申之前的立場而已 那就是例行公事而已 這個不是今年美國的這個大選的主軸 我們看這個整個主軸的話 這些問題啊 基本上是怎麼樣 我覺得已經變成比較邊緣的問題了 那真正啊 在這個時刻我想啊 如果說想要把台海的問題鬧大 讓美國人 讓美國的這個現在的拜登總統 他回過頭來 來注意這件事情 我覺得對美國人來講 他會覺得是添亂 因為他自己內政的部分 已經吵得不得了 而且現在美國深陷這兩場戰爭 正在快速消耗拜登他的支持度 因為這個最近啊 他搞了一個很有趣的 他跑到這個 尾巴戰爭 跑到加薩去幹嘛 空投糧食 因為那邊 那邊的難民現在吃不飽 很多都餓死 活活餓死 那美國國內的反對聲浪很大 覺得拜登這個 在尾巴戰爭裡面這個立場 是有問題的 那最近他又搞了一個新聞 他說他們在這個 加薩的這個海邊 開了一個臨時的怎麼樣 臨時的一個海港 一個碼頭 讓美軍呢 去衝到那邊什麼 搶灘以後 搶運很多救難物資進去 這些都是做秀 做什麼 在現在在選舉裡面的秀 所以你看現在美國說實在 我們當然是我們只看他裡面 哇好像他對台灣 什麼兩海大陸的什麼經濟行為 提到了台海 其實這是整個 在一個座山裡面的一個很小幾棵樹而已 待會我們也會帶大家來看看 他還提到哪些重點 那麼同時也來看到在這一次 兩岸的關係主要就是在金門漁權 翻覆失去了兩條人命 那麼金總馬英九今天呢 在公開活動致辭也表示說 那民黨還是不知道怎麼跟大陸打交道 讓台灣陷入個不必要的國安風險 所以也凸顯了兩岸應該要盡快的恢復正常交流必要 那麼同時還有三監委申請自動調查金門事件 其中一位監委呢 你可以看到普通城說 去年就已經提醒過海巡署了 所以在這個部分呢 徵搜裝備是不足的 自動裝機數位攝影機 守衛少巡邏戰的夜視鏡 手持熱顯像已缺少了上百台 已經有提醒過了 那麼對於在這一次 被說這個整個案件缺少錄影設備 他們也感到十分的訝異 那同時在管碧林的部分也因為整個事件 現在他被說是仇恨值最高的部會首長 那麼在這個最新的台灣議題研究中心 公布了部會首長網路聲量排行榜 那發現管碧林總聲量是第一的 但是近7萬聲量當中 有2萬多加進3萬都是負面的 所以被形容現在 他變成了仇恨值最高的部會首長 那在今天可以看到他呢 也為了漁民團體來聲援海巡 全國有20區的餘會 還有漁業團體今天來到海巡所艦隊 來為這些人員打氣 請教亮哥先來看到 在這個三位監委申請自動調查金門事件 這反應太慢了吧 已經快三個禮拜了 所以我跟你講這種監察權 已經被民進黨沒收的情況下 你就看他就沒有功能 所以我們立法院要求 要有調查權是完全合理的 怎麼會有一個監察院動作這麼慢呢 你能解決什麼危機啊 都快一個月了 是啊 都已經16次談判破裂了 你這個時候才要搞調查權 可笑至極啦 那至於管閉臨找漁會來幫自己聲援 這有什麼稀奇呢 漁業署跟海洋委員會都在高雄上班啊 他們本來就互通啦 漁業署幫管閉臨去下令 漁會代表敢不來嗎 大家動起來 本來就是嘛 這根本無助於他解決問題啦 而且你搞這個 也沒有人相信你得到大家的支持啦 所以這個就是作秀啦 也是一個作秀 對啦沒有用啦 就是 現在只是暫時因為兩會這個新聞 暫時沒有再進一步發展 3月11號之後你就知道了啦 就很快嘛 我跟你保證 這個新聞至少還要炒一兩個月啦 因為你遺體還在金門嘛 這本身就是一個矛盾點嘛 你想也知道吧 你看當時 他急著讓你兩位生還者趕快回家 你的生還者如果還積壓在金門 還得了嗎 對不對 那結果活人回去了啊 那可是 那個死亡的人還在還在金門啊 那這個還是沒有解決啊 所以你不用做那種秀啦 你去想一想你這個司法怎麼結案啊 然後這個遺體 未來家屬一定會來要啦 你要怎麼辦啊 那如果兩岸鬧雙包司法案件 你要怎麼辦啊 那你如何對得起那四位海巡執法人員啊 我想想這個比較具體吧 不要每天都在想救自己啊 那沒有用的啦 沒有用的啦 救不起來吧 現在這個仇恨值最高 救不起來啦 不可能啦 我認為高雄市場是鐵壁沒了啦 不要再想了 不可能啦 這種情況怎麼可能有呢 沒有機會了啦 是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我真的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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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